德米特里主教 本来对德才兼备的俄历根 非常欣赏 他起先把俄历根 当作一名后辈良才来看待 两人的关系 虽然不是很亲密 但至少还能相互尊重 和平相处 只怪俄历根的才华过于出众 时间一长 在亚历山大一地 他的风头远远地盖过了德米特里 这就让德米特里心中非常郁闷不爽 郁闷久了就生嫉妒 嫉妒久了就生仇恨 仇恨久了就生伤害 到了最后 德米特里跟俄历根之间的关系 越搞越僵 两人之间的不合 渐渐公开化 按常理 作为圣道学校校长兼享誉 全教会的神学家 俄历根在亚历山大教会中 理应被授予高级圣职 德米特里主教完全可以参照 他的前任案例格力免为教会长老之先例 来案例俄历根为教会长老 把长老或牧师之类的高级圣职受予某人 这在当时的教会中称为案例或助圣 在受予时还要举行隆重的助圣仪式 而助圣之大权完全操控在主教手中 但是德米特里主教大人心藏私愿 无论别人再怎么说 他就是不愿意助圣俄历根 还进一步的散布舆论说 他之所以不能助圣俄历根 是因为他的那一套神学体系 有很大的问题 他写的 教义大纲中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一端邪说 不符合纯正的基督教信仰 所以到了约230年 厄历根担任圣道学校校长达27年之久 但他在亚历山大教会中的地位 只是一位平信徒 别说没有长老或牧师的真正级别 就连想长老或想牧师 这样的安慰待遇都没有 没有相应的级别 厄历根工作起来就非常的不变 比如他在教会中讲道时 就显得不够权威 在与其他教会领袖交往时 就显得不够分量 约231年 厄历根应邀去希腊地区讲学 而离开亚历山大 再次途经巴勒斯坦地区 当他到了该撒利亚之后 见到了该撒利亚教会的几位领袖人物 他们也是厄历根从前结识的老友 厄历根在该撒利亚受到当地教会的热烈 由衷的欢迎 该撒利亚主教提阿提多 盛情邀请厄历根在当地的教会讲道 当他得知大神学家 厄历根还没有高级圣职 提阿提多在惊讶之余 立马决定 由他祝圣厄历根为长老 这样以便厄历根的讲学与讲道 厄历根感激之下也欣然接受 此后几天 他在该撒利亚讲道数日 然后就继续行程去了希腊 不久之后 厄历根结束了希腊之行返回亚历山大 谁知 德米特里主教召集了声讨厄历根的长老会议 原来该撒利亚主教按利厄历根为长老的消息 早已传到德米特里的耳中 让德米特里大为光火 他认为该撒利亚主教之举侵犯了他的管辖权 厄历根本是我们亚历山大教会中人 你该撒利亚主教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你有什么权利来干涉我们亚历山大教会的内部事务 厄历根呢 你为什么不推卸该撒利亚主教的助手 你目无领导之行为就是对我不尊重 让我这堂堂的亚历山大主教丢进了颜面 别地教会受你的圣职 本主教概不承认 声讨大会变成了对厄历根的批斗会 认评厄历根如何据理力争 德米特里就是不依不饶 最后在德米特里的受益之下 长老会议通过决议 第一罢免额厄历根胜到学校校长一职 第二禁止他继续在亚城施教讲道 第三隔出他的教级 把他逐出教会 第四并将亚历山大教会的这一决议 转发给帝国内所有的兄弟教会 德米特里这一招极其毒辣 他想通过正式决议 在把额历根搞臭的同时 也让额历根无处立足 但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额历根弃及家无奈 决定离开亚历山大城 投奔该撒利亚教会 该撒利亚主教提阿提多 听说额历根前来投奔 并且要长期在此居住 不由大喜过望 立即将额历根好生安顿 从此以后 额历根在该撒利亚一住 就是二十多年 除了继续孜孜不倦地 从事住宿之外 他也热情地向普通会众 讲解圣经 并在各地的知识分子中 教授神学 额历根的名声 不但没有走下坡路 反而越来越大 甚至连当时的 罗马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的母亲莫米亚 也对额历根尊敬有加 有一次 这位莫米亚皇太后 到巴勒斯坦的 安提阿地区视察 差人点名将 额历根请到安提阿 亲自面临额历根的讲道 另一位罗马皇帝 菲利也曾跟额历根通信 向他求解真的 在额历根的影响下 虽然整个罗马帝国 对基督教信仰的敌视情绪 仍然在大行其道 但是在亚历山大 塞维鲁和菲利这两位皇帝的统治期间 政府对基督教会没有大家逼迫 尤其是亚历山大 塞维鲁 他受母亲莫米亚的影响 甚至于对教会相当的亲善 还把耶稣的塑像 放在自己的礼拜堂中参拜 不过 亚历山大 塞维鲁本人是一位宗教混合主义者 他是把耶稣像跟其他宗教的神像摆在一起 一同参拜 但至少在他统治期间 教会得以有喘息之计 这跟俄历根不遗余力地 向帝国统治者宣传和捍卫基督教之举 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 俄历根的最大贡献 还是在于他的那些构架 亚历山大派神学的著述 这些著述 大多是在亚历山大和该撒利亚两地所写 据史家称 俄历根一生的红篇巨制大约有六千多部之多 可谓好如烟海 欲如邓林 读到这里 看官可能会大摇尊头 可能会大不相信 就算俄历根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 但是纵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车轮大战般的写书 那么也不可能写下六千多部书呀 俄历根是在造假吧 或者是有人冒俄历根之大名在造假吧 如果不是造假 难道他俄历根有三头六臂不成 其实 他只长有一头 但是他却真是长有六臂 为何这么说呢 也为俄历根的写作 有大款妇人鼎力相助 这位妇人名叫安布罗修斯 此人原是诺斯底异端的忠实信徒 约218年时 他在亚历山大认识了俄历根 俄历根对他善加引导 最终 安布罗修斯浪子回头 弃甲归真 安布罗修斯对俄历根感激提示 对其学士为人更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他知道时任胜到学校校长的 俄历根忙于教务 只能用剩余时间写作 于是 安布罗修斯主动出钱 雇用了七位书记员 供俄历根调钱 另外又雇了若干名女子 专任腾超之责 这样 俄历根大量的著书 其实都是由他亲自口述 然后由七名书记员轮番速记 然后再由腾超员一字一句的抄录整理 再由安布罗修斯出钱将著作装定出版 按赞根大量的抄录